范冰冰被爆南京妇幼产子 孩子父亲沉迷 医院官宣来了 8月30号 慢慢恢复人气的范冰冰被人爆料在南京妇幼产子 孩子父亲是谁沉迷 爆料人信誓旦旦说自己同事的死党在南京妇幼工作 他把范冰冰在南京妇幼生孩子的事告诉他们 时间就是三天前 按爆料者所说 范冰冰在饭局三天后就在南京妇幼产子 这实在荒唐 作为事件的发生地 一天后南京妇幼官微发文否定范冰冰在该院产子传闻 再者说范冰冰如果真在医院产子的话 工作人员有职业操守不会随意泄露孕妇信息 南京妇幼的官宣彻底粉碎了范冰冰的产子谣言 一人炒作无可厚非 但如果说范冰冰拿产子事件炒作就有失功允了